一般我們戀愛的時候 怎麼可能把自己的缺點揉出來 一定都掩飾自己的缺點 所以我經常跟我們太太說 其實夫妻吵架就是結婚結婚吵架 戀愛中的情人哪有可能吵架 所以你本來也不曉得 她的個性上面 其實也有大大的基因在對吧 對啊 因為在戀愛的時候 她出去也是表現很久的一面 怎麼知道她的個性這麼矮 各位好 歡迎來到大愛回客室 為您推薦的好戲 大大與太太 今天在我們節目當中邀請 這對夫妻本尊來到現場了 我們首先來邀請的是立秀師姐 主持人好 全球觀眾大家好 繼續來歡迎的是中副師兄 主持人好 全國觀眾大家好 繼續來歡迎是在劇中呢 是有我們立秀的媽媽的 我們歡迎錦雯 主持人好 各位全球大愛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錦雯 今天呢我們要來看到這個 媽媽在路上巧遇中父的時候 就在旁邊觀察 這下一觀察可不得了了 原來啊立秀認識的中父 跟媽媽看到的中父是不一樣 我們先來請教本尊好了 中父師兄會讓你覺得可以跟他交往 甚至有機會互定終身 最大的特征理由是什麼 她講話很幽默 就是這一點吸引了我 而且我當小姐的時候 我內心就常常這樣子想 我想說我以後要找的對象 一定要愛我比我更愛她的 好棒喔 對 我本來就是有這種 然後她就是這樣子 她講話就很甜 很好聽 你有感受到 她愛你比你更愛她 對不對 對 可是媽媽看到的就不同了 那時候製作一直提醒我 就是看到女婿的 那個低眼的狀況 一定要很嚴格 因為媽媽好不容易 把小孩子養那麼大 尤其是女兒 那又那麼捨不得 立秀那麼乖的女生 然後覺得要交男朋友了 要嫁了 那時候當然開始捨不得的 那個心理 然後就會用很嚴格的那個眼光 然後開始去看女兒交往的那個對象 其實媽媽也在吃醋 我女兒開始要交男朋友這件事情 不管她好不好 所以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好像我都沒有好臉色給那個未來的女婿看 對 但是我覺得她值得考驗 很值得考驗 謝謝 怎麼樣都打不跑 罵不跑 打不走這樣子 好厲害喔 知不知道媽媽曾經在路上觀察過你 不知道 現在知道了 後來才知道 後來才知道 我們請周副師傅來談一談好了 這個真的不記得 你送了一個禮盒 好了 立秀師姐記得很清楚是吧 那時候有如同我們景雯說 可能爸爸媽媽 尤其是媽媽對你稍微比較嚴厲一點 會給你出什麼考題之類的嗎 沒有 我也是覺得媽媽很慈祥 真的喔 還是爸爸跟他見譚 對啦 跟爸爸比較有話說 跟爸爸比較有話說 因為兩人會喝小酒嘛 以前我不知道了 以前我沒有... 不知道 就放聽下去就知道了 真的喔 所以你喝酒真的是剛開始 會隱藏得很好 對啊 也不是說隱藏啦 因為一般我們戀愛的時候 哪有可能把自己的缺點押出來 一定都掩飾自己的缺點 所以我經常也跟我們太太說說 其實夫妻吵架就是 結婚結婚吵架 戀愛中的情人哪有可能吵架 我們的中副師兄說出實情了 就是在追人家戀愛中的時候 缺點一定要好好的隱藏 不能夠讓你知道的啦 對不對 婚後以後 個人的缺點就跑出來了 所以結婚以後 才會完結就是這樣 所以你本來也不曉得 他的個性上面 其實也有大大的基因在對吧 對啊 因為在戀愛的時候 他出去也是都表現 老女人的一面 怎麼知道你的個性這麼矮 剛開始一個小女人 然後一個很服服貼貼的男人 結了婚之後原來一個是大大 所以其實像這種各自缺點的部分 我覺得要真正交往了之後 甚至是結婚之後發現 那個時候你會想要改變他 還是你會覺得要去適應他 哪一個比較容易 我想要改變他 那時候我都說我愛阿翁 把他阿翁的手中心 可是真的實在是不簡單 我覺得夫妻以前是迷茫的人生 加入實際以後他覺得 原來夫妻本來就是要 互相尊重 可是我覺得有人家說 談戀愛談戀愛有時候 男生或許會為了另一半 去調整自己一些習慣 好比說戒煙或者是戒酒 如果對方非常在意的話 我們的中父師兄從來沒有考慮過嗎 那個是婚前 因為婚前他沒有講我不知道 婚後以後就已經想說 已經是我的人了 喝酒也是一種嗜好 而且男人在外面交際應酬 男人會喝酒 所以在外面喝 回到家來喝不喝 回到家很少喝 不喝 有抽煙嗎 抽煙有 外面抽回到家抽嗎 在家裡不行抽 在家裡都是在外面抽 在裡面不能抽 從來沒有想說要為他改變一下 本來是很想戒 但是在家裡的話講戒就戒 但是出去外面就遇到朋友 朋友就三兩個朋友 然後講兩句話 把你雞一雞就 水怕水來 又牽走了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交朋友很重要 這是後來才體會到的嗎 對啊 所以後來媽媽知道說 她隱瞞了她可能會喝酒 或者是抽煙 可能這些不良喜性的時候 媽媽給的話是什麼 其實媽媽的想法就是說 結婚了 她的嫂子就是 會搶頭打 搶买 既然已經結婚了 就要忍一點 沒有結婚的時候 然後我對她一直要我不要 不要叫她 不要跟她交往 因為那時候有很多人在追我 然後我就跟她說 為什麼前面那麼多人追你都 你都沒煩惱 現在我跟她到底 你如果這樣都一直動一直動 她說不一樣 為什麼你回來都好像很開心 然後我媽媽就開始擔心了 可是當我們結婚以後 媽媽都說 我不對是她對 媽媽變成站在她那一邊 對啊 因為她對長輩真的實在是很好 很貼心 很貼心 她真的是蠻貼心的 很知道就是說要怎麼樣 討長輩歡迎 或者是說要讓他們開心 就是我覺得中婦其實她也很孝順 她心很善良 只是酒喝下去她控制不住 惹來我很多的氣這樣子 所以景雯飾演的這個林社的角色 是不是其實看到女兒的對象 自己的女婿是這樣 完全能夠了解 女兒接下來會面對什麼樣子的狀況 因為林社的丈夫就是一個愛喝酒的人 所以她當然不希望女兒重蹈她的腹策 因為她知道說 如果你嫁了一個會喝酒的丈夫 那如果說喝酒又不會控制的 那會很辛苦的 她當然不希望女兒辛苦一輩子 所以婚前可能不斷地告誡 可是有時候孩子就是說不聽 那就是你知道就是 你一定要自己去走這一招 你才會知道說 原來媽媽那時候看到的 跟你看到的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結婚之後兩個人的相處 我覺得林社真的太有智慧了 因為她覺得你們既然結婚 這是你們的選擇 所以她就把女婿當成自己的兒子看待 當我看到大大跟太太這個字的時候 我覺得那一點很重要 那一個點放錯了就變犬 就是狗嘛 犬犬也不對 那個點太重要了 那個點是什麼 我覺得你付出的那個東西 就那個點是很重要 我們從第一集就看到 林社跟長福這一對夫妻 其實就發現 他們氣那些都是這個爸爸 然後這個媽媽就是這樣子 慢慢地說 點點地說 她也會氣 她是那個 你知道她氣是氣在 丟來胸的那種 就是你知道那個內心是很火 可是表現出來要很沉穩 因為她要穩住這個家 對 而且她非常相信說 她用這種方式 是可以讓這個家裡的氣氛和緩下來 所以當她發現立秀有同樣 可能會同樣照顧的時候 她會繼續地用這種方式 希望立秀可以跟她一樣的做法 對不對 立秀是其實是這樣 對 媽媽其實是在深叫做給你看 其實她沒有多講什麼對不對 對啊 所以明天的劇情會如何發展 請大家繼續收看大愛劇場 大大與太太 一個恩三為今天的分享 感謝了 感謝你收看今天大愛會客室 我們明天見